这个股推介是新地16 《经济日报》投资二华组选 原因是新地业务广泛分布在住宅、零售和商下领域 是本港楼市逐步复苏中港通关的核心受惠者 新地将截至6月底的2023财年目标销售设定为350亿 其中上半个财年合约销售也是134亿 年初至今市场情绪改善 新地销售活动徐息回升 首季登上卖楼王的宝座 旗客屯门Novo Land第二期期三月开售 累计沽693货套现超过42亿 连同其他楼盘首季一共卖出近900货套现超过73亿 第二季焦点有天水为天荣站项目第一期 提供1393货 预计最快今季获批预售 佳时随时会登场 另外去年年底已展开宣传 大埔白石角University Hill提供607货 预计月内会开售 可受货源充足和本港楼市逐步复苏 市场认为新地的地产业务正是行上正轨 并且在未来几年会恢复盈利增长 新地2022财年盈利跌4% 根据彭博综合献商预测2023财年 预料重拾增长1.5% 新地现价109.1% 股价比每股资产正值NAV折让5.2% 彭博预测新地2023年股息率是4.5厘 对比起往迹股息率是超过5厘 麦里昂认为楼价和商下租金压力 不会急剧转势 预料新地未来增加派息衰时 而事率上有货的话继续持有 短期上网前高位$114区 部署中线投资者就可以留意$101水平的收集机会 意味着股息率近5厘 直播率是高些 跌穿$95就减前 大概1分钟 有点一秒 多分钟 在这分钟 看到了 很明显的 这分钟 在这分钟 有点 有点 感谢观看